各位又是焦点财经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陈少豪 Howard Chan 周三在美丽的矽谷 一个shopping center 跟大家来报导世界焦点财经 你看到这些店家 有的就直接搬在店的外面 设立帐篷 招揽生意 也是为了公共的安全 所以生意继续要做 经济的活动继续的向前跑 但是公共的卫生 也是一样要注意 主播我今天要来谈谈 昨天Dow Jones 在美国股票的历史上 第一次站在三万点以上 Dow三万点以上 不仅是Dow 这S&P500 NASDAQ都是一样 都创造这个国家的历史的高点 这Dow三万点 对你有任何的意义吗 主播我要来谈谈三万点 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 意义 第一个就是零利息 市场上充满现金 所以现金没有地方去 而且联储君公告到2023年 零利息 既不到棒 也不到房地产去 当然 快的回收 就是到 stock market来 所以 这也非常的make sense 炒作的意味极其的浓厚 股票在今年第九次创新高 哇 所以三万点是因为现金充斥 第二个原因 vaccine 对了 公共卫生盼望的就是vaccine赶快出来 所以市场上充满了对疫苗的乐观情绪 乐观的情绪 带动的人 animal的impus 那就是动物的冲动 进入市场 买卖股票 这也非常的make sense 第三个意义 那就是对未来2021年 经济乐观的前景 既然vaccine能够赶紧出来 经济的复苏 就能够快速的有V字型或U字型的恢复 所以对2021年全球经济的乐观情绪 也会影响很多人进到市场买卖股票 因而你可以看到三大意义资金充斥 vaccine的乐观 明年经济的复苏 进而整个道就站在三万点以上 但是要非常谨慎小心的能够警告我们的观众 任何一项乐观的情绪 这三点都有可能成为黑犀牛或黑天鹅 所以投资的脚步还是要谨慎而小心 智慧人的话语 那就是感谢上帝 在他里面有说不尽的恩赐 今年是三大百年不遇的经济 公共卫生跟种族的冲突 我们有健康的身体 我们有工作 我们都要感谢上帝 跟我们的家人 在明天晚上 在这几天有一个感恩节的聚餐 在聚餐当中将一切的感谢荣耀归给上帝 也继续的谢谢你热情支持 点赞跟财务上面的奉献 对优势电台成为我们继续做好节目的无限动力 台湾倩 陈上豪 周三 在美丽的西谷Shopping Center 为大家来制作焦点财经 也祝你有一个美好的Sensegiving假期 我们下次见